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就开始做视频 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做了有100多期了 这些视频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围绕街头革命这个主题来进行展开的 来进行论述的 所以说每一期视频里面多多少少 都有点剑拔弩张的火药味 今天呢,我叫一反常态 来给大家讲一些轻松的话题 前两天不是过年吗 很多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 大家都通过微信来互相问候 同时也转发一些消息 微信圈的朋友圈特别活跃 我在这几天就接到了 两次接到了同样的一则信息 这则信息非常有意思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2019年是一个千载不遇的年份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人 男女老少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 都会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 在今年会发生 就是你把你的年龄 再加上你出生那一年的年份 这两个加起来 就正好等于2019年 奇特吧?千载不遇 这种现象连专家学者都没有办法解释 所以说,你如果是觉得奇特 一定要把这个信息 要分享给其他的朋友 一定要传播 聪明的朋友 可能就已经开始笑了 说这有什么特别的 每年不都是这样吗? 每一年 无论是18年 还是20年 还是任何其他的年份 你只要把你的年龄 加上你出生的年份加起来 就正好等于那一年的数字 每一年都是如此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你不要以为 相信的人 没有人相信这样的信息 还是有很多人相信的 这不是我就接到过这种 两次接到了这个信息吗? 那那些人愿意传 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说这么脑残的这种观点 怎么会都有人相信呢? 我告诉大家 绝对不要认为 相信这些信息的人 他们是脑残 他们是智力低下 那我告诉你 其中有一个发给我的这个人 那还是一个企业家呢? 他还是小有成就的 赚了不少钱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主 他在平时是非常精明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 他就变蠢了呢? 这就是因为 他们在接受到有些信息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思考 他们就选择 就相信任何接受到的信息 尤其是那些广为流传的信息 在那些信息面前 他们就根本没有独立的辨别能力 思考能力 他们不愿意 在很多事情上面 打一个问号 自己去进行独立的探索和思考 那这一批人 就正好是 这个专制统治的 他们进行渔民 进行洗脑的一个基础 他们就是掌握了社会上 任何社会总是有这么一批人 他们愿意详细 任何信息 而不会进行质疑 所以说 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人性的弱点来进行统治 那最极端的当然就像老毛 金山胖那种 他们把所有的其他的信息源都封锁起来 他们是唯一的给你发送信息的信息源 这样就保证了 他们所发的信息对他们都是有利的 无论那个信息有多么荒唐 比如说老毛当年说 这个粮食母产十万斤 大家吃不完 大跃进的时候 有人相信 连大科学家 前一学生 都帮他宣传了 都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 他还写了论文来论证这件事情 那当然了 现在中国的这些统治者 他们没有那样的条件了 因为已经有了互联网 很多信息他封锁不住了 虽然他们也建立一个长城防火墙 想把大部分的对他们不利的信息屏蔽掉 但是呢 总是有那么一些 他们觉得让他们很难受的信息 这些人呢 总是有一些 有一点点怀疑精神的人 总是会接受到一些对他们不利的信息 但是呢 他们还是会不厌其烦的 坚持不懈的 来对大家进行洗脑 而他们的洗脑的方式啊 他们的这个程度啊 他就越来越高级啊 层次越来越多 不管你是哪一个 级别的啊 这个有判断力的啊 有质疑能力的 有质疑习惯的人 他们总是能够设计一款 这个洗脑的方法来对付你 比如说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些年呢 所有的这些党的喉舌媒体上面 甚至是啊 一些这个知识分子 都在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这个段子 就是说中国用百分 世界上百分之七的根地 养活了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共产党呢 虽然做了一些坏事 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呢 在经济建设上面 还是有一套的 你看百分之七的人口 百分之二十二的这个 百分之七的这个根地 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 这都是实打实的数据在说话呀 这就是中共的成就啊 那当然喉舌媒体就说的更离谱一点 说啊中国这个为世界粮食安全呢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 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大家仔细地想一想 这就是很荒唐的嘛 这算什么经济建设成就呢 现代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 那各个不同的国家 大家在一个全世界的这个产业链当中 承担着不同的决策 大家有不同的分工 这些人口密集 耕地少的这些国家 开发比较早的 文明时间比较长的这些国家 那自然的 大家就只能够啊 是通过发展工业 生产更多的工业品 跟那些啊 比较新的开发的国家 比如像美洲 北美洲的国家 南美洲的国家 那些地方啊 地广人稀 耕地就多 生产的粮食吃不完 就跟他们去交换粮食 这是世界产业分工的一种格局 跟经济建设成就没有丝毫的关系 但是中共啊 它这么一洗脑 很多人就相信了 我告诉你 在中国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个人 相信这种洗脑的 这种信息的 那么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信息 你就会知道 中共啊 它实际上 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 而是一个障碍 而是一个拖后腿的力量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全世界那些 以华人为主的社会 他们的经济发展 都比中国大陆好 比如说台湾 它的GDP是中国大陆的三倍 香港是中国大陆的五倍 新加坡 百分之八十都是华人 他们的GDP是中国大陆的十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共产党 他们的文化根底 跟中国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没有共产党 没有共产制度 所以说他们的经济发展的就好 那当然后来台湾的跟中国经济 这个关系越来越密切 跟中国越来越亲共 所以说他们的经济发展就落后了 台湾有两百万的台商 跑到中国大陆去发展经济 结果把台湾自己的经济给拖了后腿了 本来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现在变成了四小龙之尾了 所以说跟中共只要跟他关系好 经济就会落后 完全有中共统治的地区 那经济就最落后 这就是真相 那如果你没有被中共洗脑 你不接受他的 说中共发展经济有一套的这种说法 那么不要紧 中共还有对付你的方法 有更高一层级的洗脑 比如说 他们说中国这个人数字太差 不适合搞民主 中国人口太多 一搞民主就乱了 前些年成龙有一个很著名的讲话 说中国不能搞民主 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当时他讲话的时候 下面开大会做着很多的企业家呀 学者啊 这个干部啊 反正是就是中国所谓的上流社会 精英人士 听了以后啊 大家都分 这个非常赞同 分分鼓掌 说得好 中国人就是需要管的 中国人就是要当奴才的 中国人呢 一定要把他管起来 不能让他们自己做主 那么这种观点 现在啊 在中国啊 也是非常流行 我就见到了很多的 这些学者专家 他们都这个 同意这种观点的 这个这种观点的人呢 我相信呢 可能要占到个百分之七八十 那么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民主跟公民的数字 是以公民的这个数字为前提的吗 不是啊 大家想一想 美国二百多年以前 当他们开始搞民主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数字怎么样啊 非常的差 那一些人呢 美国人是在欧洲啊 混不下去的一批人 才跑到美国来 谋生活 那么还有一批啊 是在欧洲 作奸犯科啊 流氓地痞 杀人犯 这个强盗 是这样一批人 他们到美国来 走投无路的时候 跑到美国来的 那么这批人到美国之后啊 他就接受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在美国民主制度下呀 这批人越变越好 那么现在就变成了全世界的 这个自由世界的领袖 变成了这个人权保护的这种堡垒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作用 民主制度不以公民的数字啊 优良为前提 反而 他是把这些坏的 差的数字的公民啊 变成好的 模范的公民 这就是民主的作用 中共啊 在这一点上面呢 他的洗脑是非常成功的 大部分人是接受这个观点的 如果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啊 那我是属于少数 我没有被他洗脑 那么我告诉你 后面还有呢 中共的另一层次的洗脑说 啊 中共 是一个啊 九千万人口的大党 那现在 如果是中共垮了 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取代中共 中共一垮 天下就乱了 那好死不如耐活着 干脆啊 我们还是让中共继续来进行执政好了 那按照这种逻辑呢 那中共就只要 他把这个反对党啊 都镇压了 那么他就会 有理由啊 永远持续下去 反对党出来一个 我就抓一个 总是把你们扼杀在摇篮之中 那么我就可以啊 这个千秋万代的统治下去 而且你们还得 接受啊 这种统治 你们还觉得这种统治 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啊 因为没有取代这个啊 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我给大家讲个例子啊 就是在八九年的时候 波兰 波兰呢 人口大概有四千万 那个时候啊 波兰的统一共产党 就是他们 波兰版的共产党啊 他们人口有三 他们的这个党员有三百万 那跟中国共产党和这个 中国总人口的这个比例是差不多的 大概是百分之八左右 那后来呢 波兰老百姓呢 就开始这个反抗了 那么他们就成立了团结公会 团结公会啊 成立之后一个月啊 从零开始到一个月之后啊 他们的人数就达到了三百万了 所以所以 就在一个月之内 他们就建立起一个 能够取代共产党的一个新的政治力量 那么到了一年之后 团结公会达到多少人呢 达到一千万人 就是超过共产党的这个三倍的党员 那八九年呢 就顺利的接管了这个波兰 就推翻了共产党的统治 所以说啊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 要发展一个新的政治阵营 那是非常迅速的 大家不要忘了啊 八九年的时候啊 波兰还没有互联网啊 那个时候 大家的这个通讯工具 还是很原始的 那现在中国有了互联网了 有了手机啊 有了这么多的社交媒体了 实际上 每一个人都是跟其他的人 都是联系起来的 我们只不过是 没有把这种联系啊 把他现实化 把他政治化 一旦把这些联系政治化 我们瞬间就可以组织起一个大党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给你组织一个五千万人的政党好不好 给我两个月时间 我给你组织一个一亿人的政党好不好 很简单的 不要被中共的这种说法给洗脑 什么他们不可以取代 我分分钟就把你给取代了 只要我们一旦打破了他这个统治秩序 一旦造成了他的瘫痪 新的政治力量就会瞬间就会崛起 如果你已经接受了我的这个观点 已经抵制了中共对你的另外一个层次的洗脑 那么我告诉你 中共还不会放弃 他们还会有更多的洗脑的方法 比如说 如果你已经加入了 已经站到了民主阵营的这一边 已经在思想上 开始反抗中共的这个独裁暴政了 那么中共会有一个观点来对比进行洗脑 他们说 共产党是一个以暴力为统治基础的手段的这样的一个政权 所以推翻他们必须要用暴力 听起来很有道理呀 他们有军队有警察 你不把这个军队和警察给干掉 你怎么能够推翻他们呢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按照这种道理 那我们就永远推翻不了他们了 因为在现代这个军事条件下 你没有可能建立一起一个武装 强大到足以把中共的这个武装给推翻了 把给消灭呀 那么按照这个道理 世界上任何的专制统治都不可能被推翻了 所有的专制统治都会千秋万代呀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专制统治都是以暴力作为基础的 而且那些暴力机器都是完全现代化的 你普通的老百姓公民根本没有可能建立起民兵组织 是能够把他们打败的 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啊 在过去几十年 几十个专制统治集团呢 他们就灰飞烟灭了 那么他们是怎么灰飞烟灭的 并不是因为很多 绝大部分 并不是因为老百姓拿起枪杆子来把他们干掉的 而是因为大家走上了街头来进行颜色革命把他们给推翻的 所以中共啊 他们在内部会议里面 他们强调了就强调 说是今年要防范颜色革命 重点是要防范了颜色革命 他们并没有说我们重点是要防范武装革命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内心里面知道武装革命是根本搞不起来的 根本撼动不了他们的统治基础的 但是当他们对外宣传的时候 当他们在这个反抗阵营 在这个反抗群体当中 对于反抗精神的那一批人 他们就要强调 我们是以暴力作为基础的 你们要想推翻我们 你们也要建立起自己的暴力武装 这样才可能和我们抗衡 你一旦走上了这条路 那就是一条死胡同啊 那就钻到他们的这个死胡同里面 就爬不出来了 就会被他们消灭掉 这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希望 那么怎么样推翻他们呢? 那就是啊 过去那么多国家 他们已经走通的那条路啊 就是让动员老百姓各个阶层 各个地区的老百姓 大家一起上街啊 就是全民共振啊 大家上了街之后 把他的这个统治秩序瘫痪了 让他的警察抓不了那么多的人 法庭审判不了那么多人 监狱关不下那么多人 他的统治秩序瘫痪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些街头的人群 瞬间的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新的政治阵营 然后用这个强大的民意 用这个新的政治阵营 来对军队喊话 告诉他们 要不就倒戈 至少要保持中立啊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军队一看 镇压全国几亿人 可能吗? 很难啊 不可能啊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说我们选择倒戈 我们呢 这个 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 站到正义的一边 回归人民 对他们来讲 更有利 也更容易实施 那么这个时候啊 统治集团 专制统治集团呢 就会啊 很快就会下来 他们就会认输 就会逃跑 如果是少数人富裕王抗的话 他们就会灭亡了 这就是颜色革命 街头革命的道理 但是中共 他们的洗脑的机器啊 不愿意让你接受这个道理 所以说现在 在这些这个 微信圈啊 电报群啊 WhatsApp群啊 这些 这个反抗者比较集中的里面 经常有人散布这种消息 说你们啦 书生这个秀才造反 三年不成 天天呢 靠鼓动民众上街 怎么可能推翻中共 要搞暴力革命 结果 搞了几十年 这些观点呢 鼓吹了几十年 我没有见到过一个人 组织过一个班的 民兵武装 明显的就是走不通的路 我们上街还有 已经上过了好多次了 现在还有 每年还有几十万 几百万的老百姓 走上街头进行抗争 这就是街头革命的预演 这说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走通了这条路 说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但是中共的洗脑啊 就是让这些 让这些 有反抗意识的人 让你们走上歧途 这是洗脑的高级阶段 如果你没有被这种高级的洗脑所控制 那么说明你啊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真正的独立的思考的能力 那么你就是未来的中国的希望 那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说既然这批人啊 没有被洗脑的这些反抗者 只是中国的少数 那么这个革命怎么能成功呢 你只有百分之一的人 甚至千分之一的人 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呢 那我告诉大家 即使是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老百姓啊 被洗脑了 革命还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革命的动力 并不是来自于人们的思想 来自于绝大多数人的思想 而是来自于啊 绝大多数人的 他的愤怒 他的不满 来自于民怨 民怨是革命的动力 而那一少部分人 能够深思明辨的那一部分人呢 能够啊 不被中共洗脑的那部分人 他们是未来掌握革命方向的 革命就好像一部汽车 动力那个汽油 是大多数人的不满 大多数人呢 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使他们的生存状况不断的恶化 那个时候他们内心的怒气不可一耻 那是革命的动力 少部分人能够有思考能力 有质疑的能力 最后啊 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的 这样的一些人呢 他们是革命的这个方向盘 他们是掌握革命方向的 他们会把老百姓的怒气引向一个方向 让他们冲垮专制制度的那些基础 最后要用这种怒气把它转化成为建设性的力量 然后呢 建立起民主宪政的架构 革命 是用这样的一套这个机制 最后啊 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呢 好 今天呢 本来是想给大家讲一讲轻松的话题 你看看 一讲又讲到革命上面了 非常抱歉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跟大家再见 谢谢